遭到民航局终止营运的清真航空公司 Riani Air 丑闻不断 今天再被职员揭发 公司拖欠员工薪资 公积金和涉险 公司高层甚至还污蔑员工罢工 这批职员今天到雪州警局报案 要求该公司创办人拉维 在下个星期二前 偿还所有员工的薪水和公积金 否则将对该公司采取行动 国内第一家打着清真旗号的Riani Air 起航时风风火火 如今却遭到民航局终止营运三个月 并揭发出连串的营运丑闻 该航空公司的数十名员工 今天召开记者会控诉 公司创办人拉维 以及妻子凯蒂亚妮三大罪状 包括拖欠416名职员 高达150万令吉的薪水 污蔑职员罢工 以及没有替职员缴责妇攻击金 和社会保险 职员代表也是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航站经理的祖凯纳因指出 拉维曾经承诺在三月二十八号 四月一号五号和七号 发信给职员 但是员工至今都还领不到薪水 祖凯纳因指出 公司不只是没有支付薪水 连之前已经写明在薪水单上的 公积金也不见终界 让他们极度怀疑 公司已经挪用了这笔 从去年九月且被扣除的 九十万令吉公积金 祖凯纳因说 公司的行为等同于 偷走了职员的血汗钱 他们已经向雪邦警局投报 以及聘请律师 要求拉维在下个星期二之前 偿还所有职员的薪水和公积金 否则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NTV7综合报道